大家好,我是桃园区市议员候选人沈佩玲 我所属的政党是小名参政欧巴桑联盟 我们是一个正式成立的政党 那我们政党的成员就是像我这样的爸爸妈妈 我们虽然没有太多背景资源 但是我们非常关心小朋友 也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我们桃园的公共环境 像从2016年开始 我就开始做公园相关的倡议 后来竟然卷动起桃园 甚至整个台湾一股公园改造风 这是我当初做这些关心的时候 所没有办法想象到的 我并不知道小名的力量 妈妈的力量就可以带来这些改变 所以很想要带着这个信心 进入到桃园的市议会 让我们桃园的亲子空间可以做得更好 让桃园的儿童福利政策更完整 来看到每一个家庭照顾者的困难 减缓我们少子化的问题 那目前呢 台湾在2013年就通过了 儿童人权施行法 可是在台湾 儿虐的现象还是非常的频繁 其中呢 由于家长过度管教造成的儿虐 是非常高的比例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要照顾儿童 也需要来让大人更加的了解儿童 那保护儿童目前有三道防线 最后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的社会局 是我们社会局的社工 那目前他们的工作量非常的庞大 所以我们认为 首先要来处理的就是 社会局社工的源额增加 然后让他们呢 可以有更好的劳动条件 来为我们儿童做 最后最后的一个守护者 我另外一个关心的议题是 全球暖化 根据目前联合国科学家的研究显示 在30年后 目前全球的气温升高会累积到 1.8甚至2度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其实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 那可用耕地会减少 可用的饮水也会减少 这会让我们的下一代 处在更严苛的生存环境之中 那作为父母的非常的忧心 这样子的现况 希望我们的市府 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做好完整的防灾教育 来对气候变迁做好 调试以及兼换 让我们的下一代 真的能够安心的 在这块土地上来生活 和生存 我是桃园区的市议员候选人 沈佩玲 非常希望桃园的环境和经济 两个一起双赢 希望大家11月26号出门投票 并且来支持沈佩玲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